歡迎收看電玩宅速配 我是二小玄玄的 正版授權一直是遊戲質量的參考指標 不少廠商都會運用知名 IP 的授權來開發遊戲 現在騰訊就要推出不少正版授權的新作囉 我們趕緊來看看吧 如今運用正版授權不斷炒冷飯的現象 日漸加劇 在先前諸室會設寶可夢和騰訊合作開發的 寶可夢大集結掀起不少話題後 又有三款正版授權的新作 在騰訊遊戲發表會上公開啦 首先是真三國無雙系列的手遊新作 真三國無雙霸 作為真三國無雙的移植作品 官方強調內容對原作有著高度的還原 此外也加入了全新的多人PVE、PVP的機制 第二個則是知名格鬥遊戲快打旋風IP改編的新作 快打旋風對決 遊戲也是強調繼承了經典快打旋風的元素 滿足系列粉絲對遊戲的還原訴求 希望能讓玩家重溫街機回憶 最後是許多人的童年回憶 遠南大戰手機新作 代號J 官方表示在原汁原味呈現原作經典之外 畫面也將進行大幅度的更新 以往的像素風格被優化的非常多 此外遊戲也加入了冰凍槍等等新武器 讓戰鬥方式有了全新的變化 這些得到了原廠正版授權IP改編的手機遊戲 大家覺得怎麼樣呢 就看到時喜愛這些系列的粉絲們買不買單囉